嗨大家好我是Nik 好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這陣子我沒有更新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是因為前陣子進入有點像是低潮期吧 甚至可以說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憂鬱 當然能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認為我現在狀況已經好非常多了 這陣子我同時也沒有閒著 我利用了這些時間也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的目標 這支影片想跟大家聊聊從這個像是深淵裡面爬出來的過程 同時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事情是這樣子我們先倒退回去看一下 我們就是從2023年的4月20號 我們在這個Terry的男神工程師的頻道上了一支這樣子的影片 那從那天開始我原本以為我應該都是一個蠻樂觀的人 無論面對什麼酸民啊 不管是戰學歷或是什麼的 我應該都覺得還行吧 直到我發現我覺得我開始自己有點不太對勁 因為我漸漸的認識到 我自己其實內心就一路的從開始可以面對到崩塌 然後到有點失控的狀態 那先說明一下這支影片的合作原因 是因為我身上有一檔線上課程 那課程的執行團隊會有支付業配費用給Terry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商務的合作 我們就一起拍攝了一支影片 那同時也進行了課程的行銷 那原本可以想像這個設計影片的方向是想要幫助到一些沒有實際技術面試過 或者是想要了解白板題怎麼解的一個觀眾 那甚至像我從來沒有練過Liko 會怎麼去解那種題目 那我也想讓這類型的觀眾有一個參考的方向 但同時也因為這支影片沒有解釋得很好 所以有點像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沒有把它跟實際的部分把它清楚說明 反倒了變成這支影片的重點 那於是大家開始攻擊我啊 無論是說什麼啊你實力爛啊 或者是這樣也能當BPE之類的 網路上就開始充斥著各種關於我的討論 那我也知道好不好 那當下其實是蠻難過的 所以才在我自己的頻道影片 我後來也有出來解釋 但基本上可以看到原影片跟解釋影片 其實兩者觀看數是不成比例的嘛 那所以變成了一種 你有說你有解釋 但也沒有人來鳥你的狀況 那當時其實覺得啊怎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有點超乎我的想像這樣子 所以狀況持續延燒之後就有人來罵我 那甚至也有來罵我的公司 那或者是有來私訊罵我的 欸都有 甚至也有人開始就是 不管是說他要佔學歷 或者是乾脆說要佔說 我可能是走後門啊 或是靠關係才能 做到什麼技術總監的位置啊 之類的就是吧啦吧啦的 好 那為了讓自己振作起來 所以我這陣子就開始一直聽 誓言的那個球佛版 對好那不是重點 我原本呢做YouTube最一開始的 自我底線是我不希望 我做的個人品牌 會去影響到我的公司 或是我的家人 會有造成不好的影響 那顯然當時的狀況已經有點失控 那當時我變得有點討厭自己 那陣子呢 我只要打開YouTube後台 基本上留言就是一陣謾罵 他會翻各種影片去下面留言 然後無論是罵你的公司 罵你的人 罵你的所作所為 那那陣子呢 我一開始覺得沒事 後來我發現我看到這些留言的時候 有點心跳加速 就是 說不上來是一個感覺 那最嚴重的時候會覺得 睡覺前會有點那種 明明就沒想什麼 可是會有一種莫名想哭 但哭不出來那種感覺 那有時候 假日醒來 躺在床上 會有一種 根本不想醒來 就是想要繼續睡的那種感覺 然後 因為不知道今天還會有誰 跟我說 又有誰在哪邊攻擊我 所以當時我心理狀況 是有點一直在走下坡的 那我當時會變成是說 連做一件事情都變得很難 跟很難集中精神 但是 因為我線上課程持續在進行中 當時有找了一些相關的YouTube 要進行合作 所以當時我們除了跟其他人拍片 也要把這個課程的內容的細節 也要再做精修 所以其實我除了正職上班的時間以外 我的下班跟我的假日 都是沒有辦法休息的 所以當時對我來說啦 算是一個非常高壓的狀態 不過也因為這起事件 甚至也讓我意識到了就是 我們甚至原本有談好要合作的YouTuber 也直接說不合作了 因為對方怕燒到他剛起來的頻道 當下我的感覺是 我能體諒 如果是我我也許也一樣 那只是心情上會覺得 好像自己真的很糟 就跟溫神一樣吧 然後也看著自己 從以前到現在 在一些軟體圈的技術部落格 一些很崇拜的技術大神 卻也開始寫起了 分析我個人的文章 那種感覺非常奇妙 我說不出來是 開心還是不開心 那其實我很想在下面回說 欸我超嫌的技術部落格 但你分析了我這樣子 所以總覺得哪裡怪 那後來呢我開始進入了 調適自己的階段 因為當時這個課程是簽約好的 加上我認為我可以把自己過去七年的軟體工作經驗 整理脈絡做成一個線上課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也想過了 我的頻道初衷其實沒有變過 我一樣就是取之於網路 回饋之於網路 我過去能夠在軟體開發生涯持續成長 一定也是受了很多人跟網路資源的幫助 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我認為我要製作的課程內容 一定能夠幫助到更多像是轉職 或是跟我一樣背景不這麼出色的專業工作者 我認為背景是一件事 但後天的選擇跟找到方法要去做改變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我過去職場 開始解決那種通靈的過程 職場表現要去如何做加薪的鋪陳 甚至要面對不理性的同仁溝通 或者是技能術要垂直升化 還是要打廣度 這些的安排 還有我個人如何選擇的思考方式 這些大家想要知道的問題 我覺得一個一個回答太慢了 那我就把它做成一個很完整的課程 放在課程裡面去解答這些事情 包含我自己的思考方式跟脈絡這樣子 那為了全力把這場課程做好 所以當時也因為這些事件 所以我就有點暫時默默的離開Youtube 因為面對課程壓力跟輿論壓力 已經讓我有點喘不過氣 更不要說我上班還有正職的事情要做 所以除了公事以外 在私事的部分 課程跟輿論 我只能選擇面對一個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精神 所以我當時選擇是把課程做好 原因很簡單 我希望對得起那些付費 並且實質需要獲得幫助的課程學生 所以當時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把Youtube的後台 有一個Youtube Studio的APP 從我手機直接刪掉 我之前會每天去看我Youtube頻道上面 成長了什麼 然後甚至有哪些可以改進啊 或者是會去思考 這個頻道的品牌要如何建立 但當時有點不想再看了 任何線上的通知 我也是看到一個小鈴鐺 我就閉著眼睛就把它按掉 因為我也不想要看裡面內容是什麼 如果有任何在各個地方的討論 我也請我的朋友看過以後 不要回覆 也不要轉述給我聽 因為我是一個面對問題 我想要自己解決的人 但當下我已經到了 我無法分辨哪些是情緒留言 或是哪一些是真正的建議 我發現我面對那些留言 會有點走心吧 可能是因為我在乎這些事情 當時我回想起 我一開始做Youtube是開心的 但現在卻因為這些數字留言 討論而感到無比的沮喪 我覺得那個時期我變得有點自卑啦 那也想了一下 既然做頻道影片會不開心 那不如就暫且離開那麼一下下 所以融我到現在才跟大家做個說明 這邊呢 我想特別的公開感謝我公司團隊裡的所有同仁 私訊給我打氣的觀眾 還有我的女友 在這期間我真的很感動 我的同事在事發之後 還在某一天早上特地走過來我的座位 關心我 叫我不要太在意那些留言 然後不准給我倒下 私訊給我的每一個觀眾 我都有收到你們的支持 最後我的女友呢她擔心我 不喜歡出門跟豬一樣懶的她呢 積極的找我去假日放電 謝謝你們在我的生活中 陪我走過了低潮期 也想感謝那些跟我一起fit的頻道們 我們在鏡頭後面聊起了這件事情 也給我很多信心 甚至也有打開了一些我的視野 那包含這些頻道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成人頻道 還有軟工聊溝通的兩個podcast 我跟他一起錄個podcast 然後還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什麼頻道 然後他有一個楊哥 楊哥跟他聊天很開心 還有包含了毛巾 毛巾的頻道跟他聊天也很開心 那這邊呢我都跟他去做一些深度的訪談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頻道看看我們之間的合作 於是這三個月我都過著下班之後 弄課程弄到半夜 假日跟晚上整個都是持續在輸出 達到一個體力的巔峰 很開心的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的線上課程的課程製作已經全數做完了 就在影片上線的時候呢 現在的購買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啦 那我們即將在今年的7月11號正式開課 所以找買的同學呢 價格已經是漂亮的 這週應該就是折扣的最後一週了 有需要的同學可以去參考看看 課程連結我會放資訊欄 現在如果我會從此做影片的動力 之前想做的一些影片都還在我的硬碟裡面 那同時我會放人給自己一個小小的假期 影片的最後想給長期支持的朋友一個福利 開設線上課程無疑就是要賺錢 這個沒有什麼好不能說的 但君子取材取之有道也是我的觀念 所以課程內容跟品質我也做了非常多次的修改 也找了很多人給我建議 我youtube頻道一年大概就是拍20支影片 這個課程我用三個月拍了32支影片 真的是超級無敵類的 但希望能幫助到一些想在專業工作上 有成長跟持續有效挑戰職位還有加薪的朋友 在這門線上課程7月11開課之後 有買課程同學可以針對課程內容進行評價 只要你在課程裡面給我一個好的評價 超過100支以上的個人心得 我挑一個人 親自當面帶你去買一台全新的 Apple Mac Air M2 除了課程幫助你持續成長 我也想回饋給我支持的觀眾 你說賺那些錢重要嗎 當然重要啊 但賺那些錢我也想要回饋給這些支持我的人 所以活動辦法請在開課後 持續關注我個人IG跟臉書粉專 我會在那邊發布詳細的活動時間辦法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